人活在地上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这种种的问题都是从人离开了神 从人的罪性而来 虽然罪的破坏力何等的真实 罪所带来的果效也是何等的可怕 但罪本身不是最可怕的 因为罪的捆绑 罪的破坏力无论多么的大 也无法胜过主耶稣保血救赎的大能 所以真正可怕也将人感到非常惋惜的就是 人干硬的心 有些人即使在死亡边缘 也硬着心拒绝上帝所为他预备的救恩 由此可见 上帝的儿女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 能够被圣灵感动 而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主耶稣救赎的功效 这完全不是出于人 更不是任何人能够炫耀的事 但为何有一些的信徒与主同行了好几年后 却好像与上帝的关系渐渐的疏远 有些还否认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真理、生命 他们反而开始敬拜假神 甚至也有完全毁谤上帝的人 我也听过一些否认基督信仰的例子 就是有些信徒曾经在青年团契热心的侍奉族 也带领小族查经班等 但是当他们出来社会工作以后 却完全地抵挡福音 还说过去的他是年轻无知 所以才会被教会洗脑 把美好的青少年期浪费在教会里 听到这样的例子的时候 真的会叫我感到非常难过 但是难过的同时 我也会反思 确认自己与上帝的关系 到底是建立在怎样的根基上 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说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信仁 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 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也告诉我们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因此我在思想 如今我能够称上帝为我的阿爸父 完全是因着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所为我成就的一切 但是在我每一天的生活中 我又如何实际地与主耶稣同行呢 我回想到 以前我还在上班的时候 我是如何克服那堆积如山的工作 善师无理地要求 同事故意地刁难呢 我自知 我不是一个能够每天三或多次祷告 天天翻开圣经阅读的信徒 很多时候我也不晓得要如何主动地去问候人 关心人 说到对圣经的认识 解释 有些时候我也感到自己远不及 教会的牧者 甚至一些资深的信徒们 似乎我越想越气馁 越想越感觉到自己不配做教会的长老 领袖 也没有资格带领小组 甚至得到一个念头 我不配成为上帝的儿女 得到这个意念时 我顿时清醒过来 知道撒旦正在我心里 做欺骗毁伴的工作了 因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圣灵再次叫我想起上帝的话 上帝给予我的应许 另外也叫我想起我曾经得到过 那无法被任何的不幸取代的得救的确据 上帝儿女与大部分宗教人士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我们的救恩不是借着自己的努力 修行行善 更不是以我的条件热心 能够来取代来夺回来的 若不是借着上帝的恩典 说真的 有谁配得上帝的救赎呢 我们何德何能 可以使无罪的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流尽了血与水 来换取我的性命 来赐给我永生呢 我突然间也深深地体会到 施洗约翰为何说 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并且 我的确享受过 也尝过主耶稣 赦罪大恩的示范和自由 知道自己身上所放过的一切罪恶 一切污秽的私欲 都借着主耶稣的宝血 完全地被饶恕了 那样与神的亲密和释放感 让我深深相信 再也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使我与上帝的爱隔绝 无论我现在或将来 还会怎么地软弱 也不会被定罪了 因为我的命运 我的所属已经完全改变了 想到这点的时候 一股感恩的心 自然涌了上来 我只是经历过这看似 小小从圣灵来的感动 就顿时恢复了何等的感恩 喜乐的心 想必将来我们回到天家 亲自地站在 上帝荣耀的宝座前 那时我们心灵的满足 喜悦 是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日子里 怎么样也想象不到的 但在我享受与主同在的同时 我也意识到 撒旦的狡猾是何等的真实 他真的是无孔无辱地 随时多方设法要攻击 欺骗捆绑着我们 我们一个不留神 一刹那没有看见神的同在时 马上就会掉入他的圈套 那时我们就会 想用自己有限的条件 软弱的心灵 来抹杀神那无限的大爱和无限的恩典 此外 另一股怜悯 惋惜的心也触动着我 想多为着那些 曾经在教会里成长 事奉过 如今却对神冷淡 又对神起了疑心 甚至离开了上帝的人迫切地带倒 盼望神再次寻回他们 也求主继续地保守我们 赐我们一颗坚定不移 信主的心 一生看见神的荣耀